大家好我是Derek 上一次就跟大家介绍过 棍南湖新城MH Mall 来到棍南湖 今天就会带大家来一个比较 轻松休闲点的地方 棍南版画村 它也是深圳十大客家古村之一 村落就是伊山磅水而建 在里面还会有一个超大超美的花海 叫做版画村当然就有他们的版画卖 这个版画基地所制作的版画 原来在国内的水净是数一数二 这个版画工坊更加是会集了 美国、英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的 版画技术和器材 这幅就是版画基地的地图 现在就等我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 这条村其实是一条客家古村 村庄是伊山靠水而建都比较宁静 特别的地方就是将版画的文化 融合了客家古村 在古村上面做版画 有一种古今交用的感觉 这个村落分为东西两边 东区那边多数是一些工作坊 推广一些版画文法 和让游人尝试一下做版画 还会有一些很漂亮的版画会售卖 另外有几间的屋拿来做博物馆 里面就会展示了一些版画的历史 发展进程等等的资料 看到画的发展和演变都挺特别和挺漂亮 如果想了解更多版画村的资讯 就可以来到这个版画工坊 他就说了一个area是被人进去参观的 里面印版画的器材 都是国际领先的地位 也有很详细的版画村资料展版 版画就带大家参观完了 在这个客家古村上面除了版画之外 还有其他值得欣赏的地方 例如是感受一下古村落的气氛 宁静的河村山水 感受一下村民的日常工作 叫做古村当然就可以发现一些古树 这棵葡萄树就是国家三级保护的古树 来到版画村特别想介绍一个地方 就是这里的花海 在古村旁边就有条小径可以走进去花海 里面所种植的花会随着季节而更变 前一段时间就种植了油彩花 而今天所种的花就是醉蝶花 这个场面是非常大和超级美 有很多人都会专程过来这里打卡上花 至于它这么美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不会开放一条路 给公众走进去 减少了对植物的破坏 大家就可以欣赏到最完美的成品 看到这么美的花海都觉得心亢神异 给大家欣赏一下我不同角度拍摄的花海 看完花海走过旁边还有一条桥就可以欣赏到河花 相信如果河花盛放的时候这里都会很美 这个半月堂里面就养了很多金利 很多游人都会在这里喂雨上雨 在村庄当然不少有田园 有河花田 亦都有菜园可以进去即摘即食 今天的板画村介绍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